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在广西来宾摸过的甘蔗 据称身价暴涨 20元拍张照 日本餐厅中华西太后撤下中国人禁止入内 换上维尼和8964 2023年最大的木偶鼻子 为什么鲍博、范德、普拉茨、鲍德·伯拉茨 认为一些福音派人士不能放弃特朗普 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中国短剧席卷西方 智库称 到2035年 中国人工智能将占全球价值的三分之一 菲律宾对南海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 是否会取得成功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在广西来宾摸过的甘蔗 据称身价暴涨 20元拍张照 综合新闻 社交平台X上 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称 12月14日 习近平在广西来宾甘蔗地考察 摸了一下甘蔗树 目前 这片甘蔗地已经成为当地网红打卡景点 人们排队前来与甘蔗合影 据传收费已经达到20元一次 日本餐厅中华西太后撤下中国人禁止入内 换上维尼和8964 综合新闻 近日 日本一家名为中华西太后的餐厅 因贴出禁止中国人 韩国人入内的告示 引发众多中国博主前往交涉报警 并拍摄视频 发布到国内平台 事件在墙内外 引发广泛热议和讨论 之后更是有博主称 中国大使馆已经介入 并一度导致店铺关门 12月15日 该店重新营业 并撤下了门口标语 但是取而代之 换上了8964和维尼熊 以及支持香港独立 北京地铁昌平线追尾事故更新 102人骨折 综合新闻 北京地铁昌平线 12月14日晚发生列车脱节事故 是因两辆列车追尾导致 事故造成515人送医院检查 102人骨折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星期五15日 在微信公号通报称 当天18时57分 地铁昌平线西二旗 至生命科学园上行区间 两辆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通报称 据初步调查 事故原因是雪天鬼滑 导致前车信号降级 紧急制动停车 后车因锁在区段位于下坡地段 雪天导致列车滑行 未能有效制动 造成与前车追尾 2023年最大的木偶鼻子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年一度的最大谎言榜单 列出了政治家和公众人物 在过去一年中所说的虚假言论 乔·拜登总统和关于他的阴谋论 在榜单中占据主导地位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也在其中 拜登的一些虚假言论 包括夸大自己家里的一场火灾 编造与一名媒体列车员的互动故事 以及讲述他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 看到两个男人接吻时的不可信故事 特朗普连续第九年上榜 他关于伊朗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的虚假言论受到了关注 其他上榜的政治家 包括劳伦 博伊伯特议员 他重复了一个关于非法移民 每月领取支票的虚假说法 以及詹姆斯 科默议员 他虚假声称拜登给他的儿子 发了一条关于解雇乌克兰检察官的秘密信息 今年被福克斯新闻解雇的塔克 卡尔森也连续第三年上榜 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专栏 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发表 旨在追究政治家们公开言论的责任 该专栏使用一个评级系统 评级从1到4个皮诺曹 其中4个皮诺曹代表一个大谎言 为什么鲍博 范德 普拉茨 鲍德 普拉茨 鲍德 普拉茨 认为一些福音派人士 不能放弃特朗普 华盛顿邮报 国会即将结束 至少自1973年以来 效率最低的立法年度 根据高trek的数据 今年只有22项法案 被签署成为法律 当国会本周通过的 年度国防政策法案 由总统签署时 总数将达到23个 随着参议院的年终事务 包括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的短期重新授权 这一数字也可能略有上升 人工智能如何帮助 中国短剧席卷西方 南华早报 中国微剧系列 由短小金翰的剧集组成 因其引人入胜的叙事 和令人惊讶的剧情转折 而在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受欢迎 虽然大多数微剧 仍然使用真实演员制作 但人工智能 AI被用于操纵 演员的年龄 种族和外貌 一些看似设定在欧洲 并以欧洲演员为主的微剧 实际上是在中国制作的 演员也是中国人 在微剧制作中 使用AI的目的 是提高在国外市场的销售额 这种做法 引发了关于娱乐行业的 真实性 诚信和道德的问题 AI技术用于翻译字幕 配音 并使角色看起来像西方演员 该技术还可以操纵 角色的肤色 年龄和种族 AI生成的内容有其局限性 无法像本地制作的节目那样 捕捉到场景和情感的细微差别 然而 AI辅助制作的病毒式编辑 和低成本使其易于复制 智库称 到2035年 中国人工智能将占全球价值的三分之一 南华早报 根据中国工业核信息化部附属的 北京智库的一份报告 预计到2035年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将为全球AI产业价值的 90万亿元人民币 贡献30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4.2万亿美元 该报告还指出 随着传统行业的采用加速 中国的生成式 AI市场预计今年将达到 10万亿元人民币 制造业 零售业 电信业 和医疗保健业 是推动中国生成式 AA应用的四个主要领域 目前 中国的生成式 AI采用率约为15% 菲律宾对南海采取 更加坚决的态度 是否会取得成功 南华早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对中国对其向南海争议的 第二托马斯暗杀军事基地 供应船只的侵略行为 提出了抱怨 双方在2月14日 发生了严重冲突 中国海岸警卫船使用水炮 对付一艘较小的菲律宾供应船 最终与其相撞 菲律宾政府选择公开这些冲突 自2020年2月 中国海岸警卫队 在第二托马斯暗杀附近 对菲律宾船只使用军用激光束 并暂时致盲一名船员的事件以来 马尼拉相信 这种公开将有助于增加 国际支持其立场 美国警告称 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武装攻击 可能会触发双方的共同防御条约 瑞典 英国 新西兰和德国呼吁尊重国际法和仲裁裁决 该裁决否定了北京对南海的海洋主张 然而 外交观察家对马尼拉在长期成功 和是否能阻止中国和其他南海生锁国船只之间的 未来冲突持怀疑态度 据报道 尽管中国表示已安排停火 但缅甸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 美联社 尽管中国斡旋达成了停火协议 但缅甸军政府与一群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三兄弟联盟于10月27日发动了协同攻势 此后 善邦北部的冲突一直在进行 报告显示 军方正在该地区进行空袭并发射重型武器 该联盟宣布 他的目标是根除今年早些时候掌权的军事政权 这次攻势被视为军方面临的重大挑战 尽管加杀死亡人数增加 但在职记者被杀人数有所下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的一份报告 2023年在工作中丧生的记者人数降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今年的前11个月中 有45名记者丧生 而2022年有61人 这一下降归因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打击免责行为的努力 以及记者们自身的更加谨慎 然而 RSF指出 墨西哥对记者来说仍然是危险的 仍然发生绑架和袭击事件 该报告还强调了全球被拘留的记者数量之多 中国、缅甸和白俄罗斯被确定为被拘留记者最多的国家 如果中国希望建立长期友好关系 就必须在贸易和信任方面与欧盟合作 南华早报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市场准入壁垒表示关切 欧盟与中国的峰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以及乌克兰和中东问题 欧盟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结束其与乌克兰的冲突 并警告如有必要将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人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产生外交协同效应 并在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产品等领域取得进展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2023年陷入困境吗? 外交政策 2023年发生了几项重大外交政策发展 包括加沙战争、拜登政府过山车式的对华政策 以及持续的乌克兰冲突 加沙战争提醒我们 巴以冲突不容忽视 凸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不一致 试图限制中国获得技术 随后瞧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 乌克兰冲突陷入僵局 引发了人们对和平协议是否可能以及西方支持的作用的质疑 文章还讨论了2023年10月哈马斯恐怖袭击的意义 它提醒世界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持续的威胁 这次袭击还凸显了伊朗在支持哈马斯及其与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加强的合作方面的作用 中东冲突的爆发表明 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制定一项同时应对印太 欧洲和中东的战略 总体而言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面临挑战和批评 其许多政策目标被证明是空洞的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稳定 其经济遏制战略正在出现裂痕 文章最后强调了其他重大事态发展 例如印度企图暗杀国外持不同政见者 以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 中国发布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草案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提出了一个四级分类系统 以帮助应对数据安全事件 该分类系统将用于评估对国家安全 公司的在线和信息网络或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程度 涉及损失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约合1.41亿美元 并影响1亿人以上个人信息或1000万人以上的敏感信息的事件 将被归类为特别严重 必须发出红色警告 尼亿的计划还要求公司和地方监管机构 建立24小时工作轮班制来处理事件 并要求在事件发生后 10分钟内向工业核信息化部报告数据泄露情况 加剧价格可能再次飙升 因为行业组织推动对进口商品征收更多关税 加拿大CBC 加拿大家居用品联盟CHFA 正计划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提交一份投诉 内容涉及亚洲进口产品 清销沙发和餐移等置物座椅 CHFA希望政府调查他所认为的置物座椅的不公平交易 他说这正在损害国内产业 如果征收关税 零售商将被迫提高价格 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成本 CHFA的投诉最早可能在2018年5月生效 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都在国会面前搞砸了事情 他们遭受了不同的命运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国家邮报报道 三位长春藤能校校长在美国国会反犹太主义委员会面前的证词 说明了现代大学的虚伪 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听证会 由哈佛大学的克劳丁 盖伊 克劳丁盖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伊丽莎白 马基尔 伊丽莎巴斯·麦亚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利 科恩布鲁斯 塞里康安布 参加 这三名女性的证词都以法律和道德相对主义为特征 该证词还引发了对于本科生相比 适用于教师的标准的质疑 听证会结束后 马基尔辞职 据报道是由于犹太捐助者的压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谈习近平在广西来宾摸过的甘蔗 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甘蔗地成为了热门的打卡景点 收费更是达到了20元一次 看来摸过习近平的甘蔗的身价暴涨啊 接下来是关于日本一家餐厅的新闻 这家餐厅之前因为张帖禁止中国人 韩国人入内的告示 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抗议 最终 这家餐厅撤下了这个告示 但是换上了8964和维尼熊 以及支持香港独立的标语 看来这家餐厅的主人 想要转换一下口味啊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北京地铁昌平线追尾事故的 这次事故造成了102人骨折 让人非常担心 初步调查显示 事故原因是雪天导致列车滑行 未能有效制动造成追尾 希望受伤的人们能够尽快康复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谎言榜单的新闻 华盛顿邮报公布了一年一度的最大谎言榜单 列出了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在过去一年中所说的虚假言论 拜登总统和特朗普前总统在榜单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虚假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还有一则关于中国短剧在西方席卷的新闻 中国微剧系列因其引人入胜的叙事和令人惊讶的剧情转折 而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 虽然大多数微剧仍然使用真实演员制作 但人工智能被用于操纵演员的年龄、种族和外貌 这种做法引发了关于娱乐行业的真实性、诚信和道德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这些微剧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额得到了提高 还有一则关于中国人工智能的新闻 根据一份报告 到2035年 中国人工智能将占全球价值的三分之一 这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机遇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一些国际新闻 菲律宾对南海的立场越来越坚定 并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的不满 菲律宾希望通过公开这些冲突来获得国际支持 不过 外交观察家对菲律宾的成功和阻止未来冲突持怀疑态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已经尽力为大家带来了最有趣的信息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